这场挺刺激的 因为当时是现场投票嘛 大小的比赛 专业比赛全经历 我没有像那次那么紧张 其实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多少票 说出我们63票 我很惊讶 最受欢迎的他们 却因为刘富阳团长的工作 给他们接下来的舞蹈 带来了阻碍 我白天还要有团里的工作 我只能在我团里工作完以后 我才能不能练舞 大家很多人都不理解 最开始我也不理解 我说你装什么呀 不了解的我人 你就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傲 你怎么那么牛 我们所有人都在教室练 你怎么就不来练 还有几天的时间了 我们能不能拿出来一个 像样的作品出来 你会很着急 我跟谁在一顿 我就会耽误谁 甚至我都觉得 谁跟我一组 谁会很倒霉 我觉得也只有文博 那种人我吧 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缘分没到 是性格问题 还是我们不够爱对付 给你第三个人 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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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觉得 这边是本来的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的 我们终于 估订 啊 其实 没什么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俩在干嘛呢 如果上次是90分 这次就要40分 这是我看法 晋星老师 我特别赞同小春那个观点 我觉得真是没变化 从造型上没变化 从舞蹈风格上也没变化 因为你这次要是爵士舞 你报给我们是你们俩 叫挑战爵士舞 一个是现代舞演 一个是当代舞演 但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到一点的爵士风格 上一次看到我特别的兴奋 我还冲着观众喊 我说这一对一定要进去 还记得吗 对对对 今天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不新鲜这次 这是我的评语 杨丽萍老师 您觉得看他们的舞蹈 也是有很多的遗憾 呃 观众 同志们看懂了吗 看懂了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 扶杨把那个技术 就是我们说的技巧 融到这个情感和融到这个舞蹈里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我是看到情感了 像刚才观众讲的 他们真的看懂了 我也看懂了 我非常喜欢这段舞 为你们发笑的感情 喝彩 杨老师还是非常爱惜 所有的舞蹈好苗子的 不知道四位导师 会给他们怎样的决定 因为只有四位导师的四颗星全部亮起 你们两个才能双双顺利晋级 否则的话 等待你们的是观众的投票表决 小春老师 你会给他们一票吗 我想看刘福阳 下次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下去 但是我不能给 因为刘福阳的真的是 他很大的一些空间 一些想法填毛啊干嘛 还有他的功底 这个 不然不给 不要 敬兴老师 不给 不要 让他不给的心服口服 让观众也听的心服口服 为什么不给 武林争霸走到这个份上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是好演员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表现力都足够 因为他们才能走到今天的武林争霸这个份上 现在出的题目就是爵士舞 作品编好编坏 观众看都没问题 观众我要看爵士舞 你们两个好演员对爵士舞的演绎我没看到 所以我不能给 sorry 杨老师 我觉得你们两位怎么了 就是好像情绪非常低落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们是非常好的舞者 你们自己要 要坚强 我们在座的几位是决定不了 不能评判你们是 是否是好舞者 杨老师我们做的为什么必须得评判 要不白拿这个工资了 我们就是做导师来评判的 这段舞他们俩跳的就是不好 但我自己觉得这段舞非常好 而且他们跳的非常好 那你就给票就完事了 您给票我不给票 就这么完事了 简单 我喜欢这段舞怎么了 杨老师我不喜欢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台上 不能这么说 我们是工作 我们是请来做这工作 你说评委他 我们能评判一个舞者 能够是好的坏的吗 没有他们是好的 我说他们是好的 他们刚才跳的不是爵士舞 因为今天比的是爵士舞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好的舞者 那么一点点爵士的东西 没表现出来 对吧 但他刚才跳的非常好 对吧 有体现出他本身舞者的独特性 为什么非得要爵士呢 他自己哪去了 我反对这种 把一个人弄过来弄 一会是西班牙 一会是爵士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就好像我 如果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把爵士舞跳出来 我就被杀掉 那我就不是好舞者了吗 我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不举票 可以 但是你说能代替我 我没代替你杨老师 我何德何德能代替你 我对你有无限的尊重 你是咱们 中国舞蹈界的第一把交椅 但是游戏有游戏的规则 他抱的是跳爵士舞 我就觉得他如果他这个人是有潜力的 他跳爵士差一点 但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舞者 是要用智慧和慧眼看清楚他的本质 而不是他刚才那个动作做得好坏 就能决定他的命运 您说的我完全是同 你有你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 两位老师没有你 你有你的看法我非常同意 说实话 两位都真的很激烈 但是我内心爱她们 因为她们都是可爱的女人 艺术家就应该这样 我相信你会摁下这一套 刘福阳 我相信这辈子 即便是你的妈妈 也没有当着众人这样的支持过你 所以说你知道你也干嘛 我还想说就是 金老师 陈老师 对我的要求非常高 非常严格 我觉得真的就是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我的改变 看到我每次无论从造型 还是舞蹈的与会 还是从我的节奏处理上的改变 这一点我真的谢谢金老师和陈老师 能对我不断地这么要求 但我心里真的想说 但我心里真的想说 因为我刚才听到杨老师 这是我在舞台上第一次图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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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跳舞 我无论只跳爵士 或者跳拉丁 或者跳街舞 我从中我真的想找我 刘福阳的认识 和我刘福阳对爵士舞的感觉 我希望能像杨老师一样 就是他不管跳什么 永远人知道是杨老师跳的这个舞蹈 我不希望大家只记得街舞 我记住爵士 我希望他们在街舞和爵士的前面 加上 哎 这个是刘福阳眼里的爵士 这是刘福阳所处理出来的解释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想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以后一直跳下去 我才能用家庭 杨老师 谢谢你理解我 其实 因为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属于抱有梦想 抱有自己独特的 这个舞蹈风格 要寻找到自己的那种角度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 是有点畸形 确实这个舞台 确实会让 会让我们这样的人 不是太 太适应 如果我要到这个舞台上 我刚才再说一遍 我肯定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我这种人是 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是去钻研那个人 但是你这样来了 就像刚才说的 这样来了 真的就只能是 服从于这个 这个游戏规则 我也在告诉自己 要懂这个游戏 但是经常会 站在一个舞者的 纯粹的那个心里面 心灵里面去想 这是什么好的一个 一个方法 在这里比来比去 但是你 你既然要来这个舞台上 你真的 真的要适应 走出去 这一步可能跨出去 就好一点了 谢谢杨丽萍老师 黄金老师 今天我们讲的每句话 最终还是为了场上的舞者好 因为有时候压力是创造力 有时候可能争执是为了更好的节目 或者更好的舞蹈 那么包括金老师 包括杨老师 他们不管在微博 不管在给我电话 都是首先询问的是舞者的近况 舞者怎么样 黄金老师 你觉得是应该支持他们 还是觉得 我意思是支持任何人 再次掌声祝福刘富洋 祝福罗文博 希望待会儿 你们能够以更好的状态 面对观众的抉择 祝福你们